大家好,我带着乐乐给大家带购咱们东北特产 就像咱们家人有句话说的比较好 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说储存一些物资还是很有必要的 今天给大家去带购咱们哈尔滨的特产 话不多说,咱就出发吧 乐乐你说一会儿见 乐乐不会说一会儿见,整个以后见 行,一会儿见 咱哈尔滨的大娘,她也是买的这种 就是说咱们最老式的长白糕 还有老式蛋糕 真的,这个 哎呀,你好 这个,这个就是咱哈尔滨老年人 这个老辈人最爱吃的 这个老式蛋糕,还有咱们长白糕 那都是心经念念的糖粒 还有那个就是小酥饼 给大家看一下 老年人还是喜欢用这个馅饼 馅饼拿着有的时候脱底 就是这个,就是咱们那个手机 还是有点不太会用 这个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之类的 刚才大娘拿的这个 就是咱们心经念念的老蛋糕 是绝对能吃出来以前的回忆 还有长白糕 这都是咱们最早的这个味道啊 上面是兴兴点点的糖粒 这糖粒啊 这蛋黄片现在也出这个散装的了啊 卤果,姜米条,这都是17的 早餐吃一吃还是非常好的啊 咱这五十月饼该说不说的 吃起来啊,这个非常软糯很好吃 咱今天也有两块,45一斤 这一块和9块钱啊 双色酥是18一斤 看看咱这个牛肉干啊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 它这牛肉干啊都是炭口的 这油脂都出来了啊 咱们近距离录制的时候 这个牛肉干,它这原香味特别好 咱有一个家人啊 买了好多这个独立包装的 它这个独立包装和这个原味牛肉干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这个唯独有点区别 就是这个皮啊占重量啊 这个是占重量的 它这个独立包装反正吃起来是非常省事的啊 这个牛肉干已经给大家封装好了 看一看,这个是一斤装的啊 它这个就是说塑封的,非常紧实啊 还有一些牛肉粒 这牛肉粒这是原味的啊 这个这个香港那边叫什么沙爹 沙爹的,什么玩意的 这玩意我就叫它牛肉粒 这个松软啊,这个是松软的 老年人吃没问题啊 对清烤鹅到了啊 给大家买好多东西呢 鹅肝肠大鹅啊 哇,这真的挺多呢 对清家做的这个大鹅啊 真是非常好吃啊 也是真是一绝 像它这个大鹅先酱汁再熏烤 它这个很香很入味啊 而且它家啊也是它哈尔滨 就是唯独一家 就是说做大鹅做的非常正宗的 这个你一直吃不了可以来半只啊 一直就是说这个切开 剩一半也可以冷冻 这个解冻后头感肉脂都是一样的 解冻后,啥问题没有 近距离录制的时候还是很香的啊 一点修饰都没有啊 这个是没做封之前的鹅肝肠 它这个黑颜色的部分 这里面就是鹅肝啊 它这你掰开之后 里面这个鹅肝很大啊 都是大块的 但是这个啊 你要是切片吃口感非常好啊 看一看咱们这个鹅腿啊 近距离的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就是说 你要收到了吃效果非常好啊 这个六块钱一个 真是做特价的啊 你像它这个散装的吃尖 这个卖就是29块多啊 咱们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咱那是两块钱一袋 只不过是大提量生产的啊 这个滞销了 所以说卖的非常便宜啊 看一下这个鹅肝 这就是鹅肝肠里的鹅肝啊 还有鹅针 这个吃起来的效果真的非常好啊 鹅爪咱今天拿的也多 正好咱这个大哥买一个咱的鹅肝肠啊 省事了 买的时候就可以让他家给这个加工一下 切一下啊 看一看这个切片之后 它这个就像那个酱朵花一样啊 里面漂亮 吃起来也好吃啊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是咱录制的时候正好赶着了 好嘞 这个上面图中 正买一个 到那块直接就吃了 真好名啊 这个鹅肝呢 今天好多家是反馈非常好啊 就是说收到之后 它这个你吃起来非常细腻啊 口感很好 不是那么咸 这是大概的价钱 它这个鹅爪啊 就是说好多人吃着 就是说喜欢上了 好多回购的啊 这个也是一个大概的价钱 这是51块多啊 看一眼这个鹅肝肠 这是塑风好的啊 这里面啊 是大块的鹅肝加鹅肉 那鹅肉是白颜色的啊 吃起来口感真的非常好 这个红肠啊 是一般掰着吃 像咱鹅肝肠 我建议切片啊 很好吃这个 这是塑风好的啊 这请讲 咱们所有东西都在实体专门店 给大家购买啊 今天有八宝啊 这个是最实惠的了 我觉得这个鹅腿啊 鹅腿六块钱一个 哎 塑风大钱是一块 看一看这个 就是你要是说 咱们这个好多下夜班的 或者在家没事的时候 不愿做饭 把它这个热一下子啊 这个用微波炉一挡 没说吃点花生米 来点咸饭 嘎嘎的啊 真好吃 今天一共是60个啊 一共是60个 这边是这个鸡翅 鸡翅两块钱一袋的啊 这个是到起月份的啊 这是4月份的生产日期啊 到起月份 咱们现在给大家塑风这个大鹅 给大家尽量这些地方 都给它里面都给包一下 然后再塑风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塑风好的 这个鹅就比较小 这个是139左右啊 然后这是刚127 前的时候都达到了这个 1900 200这一只鹅 就是大你知道吧 最近鹅瘦 又有营养不良可能是瘦了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 买二赠一的这个肠 现在玉米肠和那个肠没有了 咱这个鹅肠 就是这种捆绑式的 这样三根啊 买二赠一啊 这种烧饼家啊 每次没说吗 都是排队的过程中啊 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看 咱这个烧饼啊 分糖的油盐的还有豆沙的 你像这个带芝麻粒的 这个就是糖的啊 然后不带芝麻粒的 有盐的 现在没说他家这个 就是不是换口 卖的也非常好啊 很多人没说 都是在这个跨区来买 因为这个这种烧饼 就是咱们道理有 别的地方还真没有啊 吃起来啊 就是口感和一般的烧饼 一块钱的那差太多了 非常好吃 这个是一块五一个 经久不衰的咱东北 这个煎饼啊 就是你要打开之后 里面一层一层的非常薄啊 它是一个非常薄的 一大张饼 然后折叠的啊 这么一个方形 它这个你揪小块 越嚼越香 非常好吃啊 咱东北黑土地的 这个原材料本身真的好 所以说啊 好多这个日本朋友 他都愿意买 这个日本人 大家都知道 吃什么东西都非常精细 哎 我女儿也非常爱吃 这个是八块钱一袋啊 二百五十克 越嚼越香 这个还有平山煎饼 这是玉米面的啊 大年玉米啊 咱今天来了四个 回家啊 就是用热水煮一煮 慢一会儿 又软糯又甜啊 咱给大家看一眼 它这个玉米 就是说这个 没有印记的之前 这个卖的非常好啊 看一看 个头还大 饱满啊 这个老流头蛋糕店 好长时间没来了 给大家来买这个 枣糕啊 哎呀人还挺多呢 给大家过来看一眼啊 挺多呢 枣糕啊 就是说别的家真没有 这不是上的 这是他家自己做的 别的家这个上不着 非常香 你打开之后 他这个早香味非常懂啊 这是12块钱一斤 咱买二斤 然后这个在咱买的过程中啊 然后有一个美女也买了 你像他家的干豆腐 还有大豆腐 非常受这个老百姓欢迎啊 咱市民都愿意上他家来买 这个豆子啊 这个非常好 咱今天来六斤干豆腐啊 这个干豆腐啊 就是说 你要是把它切成零形 放点这个肉片啊 再来点尖椒 一咕咕的 多个点水啊 老香了啊 这个干豆腐你切完了之后 先用热水打一个抄 你知道吧 打完抄之后 你再炒 那嫩炒了一顿 老香了 真的好吃 秋林里道吃到了啊 给大家来买 红肠 他家的粉肠是19块8一斤啊 他这一根大概12三块钱 哎 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修饰啊 咱们所有的东西 给大家都是在实体专门店 给大家购买啊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啊 这个儿童肠是40块08毛 这是纯瘦肉的啊 他家的肠啊 一般都是偏黑一点啊 这是他家的特色 哎 红肠是39块8 这是纯 这是肥瘦相间的啊 你看 他家所有的货品啊 咱买回去之后 都有二维码防御标识 这个是叉肠肉 是91块8一斤啊 然后风干肠是79 看一看 这个都是这个缩饭好的了 咱们今天一共不太多 咱们所有的货品 都是在这个实体专门店 给大家购买啊 这个是那个面包 今天面包十多个啊 大家看一眼啊 这个是纯天然野蜂蜜啊 这是土蜂蜜 咱们今天来四斤啊 之前啊 陆陆续续 也给大家发了一部分了 你像这个土蜂� 在咱们这个林区里啊 就是这种土蜂 还是比较少的啊 你看他这个 就是酿出来的蜜 这都是黄颜色的啊 这个是55一斤啊 55 就看来没了这个 而且这个东西快没有了啊 就是说也有季节性的 咱今天来四盒啊 完事了 咱们这个一瓶啊 是一斤啊 一共四斤 然后给大家看一眼啊 咱这个这是土蜂蜜 它这个啊 就是说都是深山老林里 而且这个土蜂蜜啊 就是它在于 咱们这些蜂蜜来说 还是稀缺的啊 这个很好吃 就是这个 就是有点像冰淇淋一样啊 非常细腻啊 吃起来 哈肉连家 这是儿童肠啊 这是纯瘦肉的 38块8一斤啊 红肠是39块8 这是最老式的传统红肠啊 肥瘦相间的 他家这个买的也不少 这个 绿昌熟食啊 哎呀 满满当当啊 这家伙 买他家的东西真多呀 满满当当 给大家来买这个干豆腐卷啊 干豆腐卷啊 没说一直都是经久不衰的 它这个是降熟食汁 降制而成啊 还有这个四季豆腐 咱下酒啊 非常不错 这是2块5一卷啊 这边是那啥 你看你看 就咱在买的时候 这些人就选择那个豆块啊 就那四季豆腐 收集是39块9一只 这个是北派收集啊 再看一看他家这些东西啊 你像这个赤钟 还有咱这个赤尖 鸡爪的前 前段时间好多人买啊 还有这个垃圾桶子 这个喝酒啊 下酒都是神器啊 他的这个鸡腿也是非常贵的啊 就鸡腿 比那个鸭鹅就是贵啊 你看他这个鸡腿 这是33块9一只 你这一个就合123块钱啊 大马哈鱼咱今天有五六斤啊 这个就是说蒜瓣肉 吃起来馅饰不咸很好吃啊 一手店到了啊 哎咱今天啊真有这个大丸子 然后呢 现在咱给大家看一样啊 这个就是他家的这个大丸子 今天又好几斤呢 给大家看一趟啊 这个大丸子做整点大白菜老好了 刚才那个美女 买了一大兜子大丸子 可以做的 只要问一下你家那大丸子多少钱 27块吧 就是家这个洛杉矶 咱们今天拿两只59 59一只 咱们今天拿7斤大丸子啊 7斤 然后让他一斤一缩缝了 这个丸子比较大啊 他这个就是也装不了两斤 这个是五股的肘子 咱今天也拿两个啊 五股的肘子是65块8一斤啊 看一下货你的 他看一下货 你看一看别多负责 两个鸡两个肘子 两个鸡两个洛杉矶两个肘子 是不是啊 两个 这里面是7斤 这里面是7斤大丸子 是不是啊 每一个都缩缝好了啊 一手店家的啊 好多人问杨上坊 杨上坊是这个一个品牌啊 在咱哈尔滨是一个品牌 然后呢 今天给咱家人买这个蜂蛹 哈尔滨也就他家一家卖蜂蛹啊 这个蜂蛹非常好吃啊 这都是新炸出来的 这个就是小孩吃 这个皮你都能嚼碎 非常好吃啊 而且这个我觉得比那个残蛹更有营养 这是蜂蛹 吃起来效果非常好啊 饭店就是这个 一盒你放在这个大盘里 最少卖三十五六啊 咱哈尔滨三十五六 这个蜂蛹 咱今天拿的多啊 今天拿了十八盒啊 他家卖的也快 就没说吗 你这咱来的早 要是来的这个下午的话就没了 那天没说就没有了 你看一看 这都是咱的啊 给大家看一样 大家看到啥 最后收到就是什么啊 一点都不太差样的 咱们都是实价 来这个专门店给大家购买 也是实价啊 你看这有辣椒 但是它不辣啊 它不辣 咱们今天有两袋老顶峰的这个儿童厂 你看一看 喝一些粥食 都好啊 你看这个 这是儿童饼干啊 这个儿童饼干 你就空嘴吃 奶香味非常好 还有咱这个老蛋糕 哎呀 这边是这个 里头 这些都是光头啊 光头有十几 月啊 这边还有这个光头啊 这装不下了 这袋没事 到处都拆去了 咱们这个外包装袋 最后都是不要的啊 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东西 秋林家的 秋林李道斯家的 还有咱烧饼啊 这些东西啊 一手垫的 还有咱蜂涌啊 咸菜 这边是酸菜啊 这个玉昌家的 玉昌家的也不少 对清家 最多的还是咱这张楼 咱这张楼 今天六大包 这边是咱里道斯 那个炭烤腸 这个炭烤腸 买一赠一 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看一看 在这里呢 全是独立的小包装 哎这个非常好啊 今天我大哥 又拿了二十袋 上次就发了二十袋了 这边是全是这个面包 里道斯家的面包 这就是像大锅腐食 你知道吧 这里面也带果肉的 很好吃啊 这个我个人觉得 非常好吃啊 今天咱吃都饿 然后这些都是这个肝肠啊 儿童肠红肠 这些东西 这些全是啊 咱今天这些东西 干豆腐 还有咱这个木耳 咱这个木耳啊 就给大家看一眼啊 就这个是大仙岭 这边过来的啊 就是咱们都是馅车 给发过来的 这个就是你要是泡完了之后 也有个别是大的 但是非常肉头 咱们今天一共是四十单啊 没有特别多 现在正在这个收尾工作 确认计数 计价钱 最后一单啊 咱收尾了 这个这个大哥是相当烈了 咱这个是朝鲜大白菜啊 没切的 味道非常好啊 咱这个 这个现在就是说十块钱一斤啊 这里头老多东西了 还有咱那个 烧饼 下面全是寓仓的 还有咱徒养楼的这些东西啊 特别的东西 这一份就将近小两千块钱啊 咱这一份 这两个大箱子装